全民普罰六千元 原先預計最快四月六號入帳 但卻有部分的民眾在今天就提前領到了 發款的都是王道銀行 銀行表示是用自己的資金 先發給登記入帳的客戶 不過對於造成社會的紛擾 王道銀行則致歉 強調沒有遵守先前財經公司的規範 純屬該行個別事件 突然跳通知有陷阱入帳 滑開網影查看 不多不少六千元 帥出交易名系全民共享發現金 不具特殊身份提前領到 這筆錢讓陳小姐大吃一驚 社群留言一整排網友分分加一 登記銀行同一家 全民普罰六千元 三月三十一號就拿到 比起政府公告 四月六號才發放 真正早了好幾天 但是不用怕這不是詐騙 財經公司本來是希望 我們五點之後再給 那我們是提前半天給 那我們是用我們銀行資金先行 提供給消費者 那之後我們會一歸一時程 再跟財經公司結算 政府尚未發款 銀行怎麼先給錢 王道銀行回應是自行 先電款撥款給用戶 然而未遵守規範 純屬本行個別事件造成疑惑及困擾 深感抱歉 而國務署結稿前尚未正式作出回應 數位部則發文指出 金融機構幫忙加速辦理 入帳時間有提早 屬於特定銀行的特殊狀況 多數還是在四月六號起陸續入帳 王道銀行這操作也由立委無法苟同 王浩銀行這種跑偷跑 然後來增加媒體曝光的行為 我認為並不可取 立委強調這種偷跑行為不可取 只是搶先發放六千元 卻意外製造話題 記者傳訊程商委 許專眷陳歡宇 台北高雄報導 記者傳訊程式